16-17赛季,随着勇士夺冠正式落下帷幕,杜兰特凭借个人出色的表现力压得有库里荣英奖杯,进入联盟十年,终于品尝到了总冠军的滋味。 对此,美眉重新评选了联盟十大球星,其中有九人军帅队打了今年的季后赛,以下是具体榜单。 十,阿德托昆博,字母哥在经过一个赛季的锤练后,正式迈入了巨星行列,他可能是现役权能性,仅次于勒布朗的球员,常规赛五项数据,领跑全对历史少有季后赛,他也一度率领,雄鹿2比1领先猛龙,他缺少一定的帮手。 下个赛季,如果贾巴尔能保持健康,雄鹿有能力,给骑士带去麻烦。 9,保罗保罗是新最大,今年的季后赛,因为格里芬的受伤,快船甚至连首轮都未能突破,但保罗个人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,场均贡献季后赛新高的25.3分,另有5.1版9.9助攻1.7段,保罗仍旧是这只快船的灵魂,也仍旧是这个联盟最纯正的空位。 8,保罗乔治在经历严重的伤病后,乔治反倒逆生长,变得越来越出色,尤其是在今年的季后赛中,面对魏冕冠军勇士夺冠之前,骑士,乔治领衔的步行者虽然被横扫,但每一场比赛都把魏冕冠军逼到了最后时刻。 9,乔治个人也打出了超级巨星的表现,砍下场均28分,8.8版7.3,助攻1.8段的全能数据,虽败犹荣。 7,戴维斯戴维斯已经是外界公认的联盟第一大前锋,攻防两端的能力,同位置上其他球员难以匹敌,但戴维斯需要在季后赛去进一步证明自己,他需要率领球队更进一步,这向来是超级巨星应该做的事情。 6,哈登哈登在常规赛打出了一个现象级的赛季,他理应有足够的资格去争夺MVP。 季后赛,哈登也率领哈登闯入了第二轮,但他季后赛各项数据,包括命中率,都相比常规赛有较大的下滑,尤其是于马次的生死战中,哈登全场犹如隐身,他伤了主场的球迷,伤了很多相信他的人。 5,威少武与伦比的常规赛赛季,历史第二个场军三双,常规赛单赛季,三双数历史第一。 虽然季后赛,第一轮维斯布鲁克,仍旧砍下场军三双,但他的命中率也惨不忍睹,他在关键时刻,容易失了志,沉迷于个人单打,导致球队陷入深淤。 好在后面,开始选择相信队友。 4,库里库里的个人,牺牲是无私的,同样也是最正确的选择。 他打出了生涯,目前为止最好的季后赛,证明了自己超级巨星的水准,唯一不足的地方,就在于面对严防。 在裁判哨子,不利于自己的时候,库里容易陷入低迷,他理应像杜兰特那样,站出来给出回应。 3,伦纳德不管你诚不承认,伦纳德就是现役联盟攻防两端,结合最出色的球员。 今年的季后赛,伦纳德证明了自己,在关键时刻的能力,尤其是在对阵辉雄的时候,面对强硬的防守,他仍能统治攻防两端。 如果不是因为伤病,马次或许能给勇士带去一定的威胁,谁说不是呢? 2,杜兰特如果只看季后赛前三轮的表现,或许伦纳德会在KB前面。 但总决赛,杜兰特强势,证明了自己仍旧是这个星球上最无解的得分杀器。 与此同时,杜兰特现在的防守和转移球的能力,也有大幅度的提升。 就像主教练科尔所说,他仍旧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好的球员。 1,詹姆斯是的,詹姆斯第五次丢掉了总冠军,八次总决赛只夺得三冠,这样的战绩或许很难看,但他仍旧是场上最好的球员。 他在总决赛舞台上,倾尽左右,送出史无前例的场军三双。 至少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能撼动勒布朗联盟第一的位置。